今天五十六分有两个今晚的最新消息提供给你 我们先来看这位这个打护士的这位桃园卢竹香 香带王贵芬稍早抵达了派出所 他说呢自己接了一百多通的恐吓电话 这个现场我们连线记者赖剑志 像主播社前掌果林口长庚医院护士李伟珍 也就是呢卢竹香带的代表王贵珍 那他在派出所呢做完将近三个小时的笔录之后 那也首度呢在镜头前面流泪道歉 我们来听听刚刚他的说法 我父亲病重 我母亲我家里只有一个孩子 就算是我父亲心灵摧尾 然后我母亲脊椎开刀 然后我还要负责升级工作 我蜡烛三头烧 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两天没吃过一顿饭 然后这几天也没睡好 因为一直收到恐吓的电话 那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我哪来的那股气 也许是积累的太久了 所以我伸手就是不对 我可以针对这部分道歉 好那那那那是不是 可是我觉得 那王贵珍表示呢 他可能是最近照顾父亲太累加上情绪管理没有做好 而且呢他也反控了这名理性的护理师 有在交互病房对他呛吓 所以他才会情绪失控 才会出手打人 那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那他也对这个部分道歉 不过呢他另外也质疑 事情发生之后呢 他接到了一百多通的恐吓电话以及简讯 他怀疑呢有可能是常跟医院方面的人所为 那对这个部分呢 那他也提出了恐吓告诉 那目前的这个 他被人家告伤害 以及他告别人恐吓的笔录都已经做完 离开了派出所 稍后还有最新的情形也会连线报导 先把现场交给棚内